1958年6月10日上午10点 一艘邮轮停靠在了菲律宾卡戴延德奥罗港 伴随着邮轮逐渐靠岸 码头上等待的人群爆发了热烈的欢呼声 在水面上 无数当地人的小山板疯狂地向邮轮冲去 与此同时 邮轮船长走向了VIP室 向一位笑容可居的老者说道 先生我想有很多朋友在等你 老人独自走上船桥 然后他见到了一生中最壮观的景象 无数载人的小船向自己涌来 围着渡轮打转 人群中响彻着剧烈的欢呼 看到岸上欢呼着迎接自己的菲律宾人 老人双手颤抖 这场欢迎仪式比他想象的热烈得多 但他确信他们是在迎接自己 因为在人群的呼喊中 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温德尔·费蒂格 1900年温德尔·维尔比·费蒂格 出城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城里 父亲是个工程师 经过这些期的节目 大家可能也已经总结出经验 一旦你是个工程师 那么基本半只脚已经踏入同僚宇宙了 受父亲影响 小费蒂格从小就学习农历 循规蹈矩 他在当地读书到高中毕业 然后顺利地考入了科罗拉多矿业学院 矿业学院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好去处 但事实不是如此 在20世纪跟矿业打交道 你的待遇取决于你的地点 比如美国的科罗拉多矿业学院 是以上课为主 但如果是苏联的西伯利亚矿业学院的话 那肯定是以上工为主了 事实上 费蒂格区的科罗拉多矿业学院 是全美著名的公立研究大学 以课程设置跨度大而著称 注意培养全面型人才 其核心理念就是万事不求人 在这样一所大学读书 费蒂格的技能点蹭蹭的涨 在校期间 他除了矿业外 还学习了土木 积电 化学乃至军事的课程 完全是冲着当代达芬奇的方向去的 1924年 费蒂格在当地一家矿业公司 找了份同步工程师的活干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和父亲一样平安混得退休 做一个普通的打工人 然而 实在不允许费蒂格做一名打工人 反而要求他从物理上打工人 原因是 由于他在校期间读过军事课程 加上体格建说 因此被美国陆军吸收为预备役军官 本来这也没啥 预备役嘛 就是业余时间训练训练 就当省健身房的钱了 可要命的是 他入役的时间不太对 随着国际工业兴起 二世纪初期的克罗拉多 迅速变成一块热土 恶劣的工作环境 让矿工频繁罢工 跟警察和国民警卫队连反血烂 30年间死掉5000多人 如果只是工人运动还不算 进入20年代 3K党在克罗拉多势力大涨 满世界迫害黑人 让黑人们不得不奋起反抗 同时 随着大量移民涌入 天主教徒和东欧移民 在物理上打成一片 士吉哥工作没几年 整个克罗拉多都是一种 其乐融融的状态 拉姆来的都算是良民 是会一片混乱 从本质上说 菲迪格其实是个日子人 但在当年的克罗拉多 想要安身过日子 就像是小约翰追星约一 有点难度 由于工人们频繁罢工 作为工程师的菲迪格 屡屡失业 同时 他还经常被军队召回 去镇压3K党的去封钩 就这样苦熬五年后 菲迪格终于解脱了 他再也不用担心这些事了 因为大萧条来了 大家都没犯折 他也快要成为被镇压对象了 经历了整个大萧条后 菲迪格已经心灰意冷 由于在美国实在过不下去 他决定软殖命地 1936年 菲迪格脱家带口的 跑路菲律宾 在萨玛岛定居下来 然后他就发现 菲律宾是个好地方啊 当时在美国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 非常缺技术人才 因为很多工作的技术难度 都是数一数二的 可是当地人的文化 只能数一数二 菲迪格来到菲律宾后 得以大展全角 那种不不升级万无警发的境界 有在引前 他凭借自己的技能 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 在当地搞起了房地产 很快赚来了第一桶金 一个当过兵的工程师 还是个房地产商 痛疗与肉的buff叠权了 靠着做房地产 菲迪格终于混成了资本家 然后他就做了一件 让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肠子回清的事 在菲律宾 他又加入美军预备役了 为了包点军队的工程 菲迪格成为了 当地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 预备役委员会成员 反正只是挂个名头 哪怕真出工的话 也是心缘 心缘一码的凑凑就行 挣钱吧 不丢人 就这样 靠着包工程 一路赚麻的菲迪格 麻到了1941年5月 在马尼拉休假时 他的预备役领导 告诉他一个小句文 由于日本入侵了中南半岛 所以美国准备对日本 实行全面禁运 将来每日之间 很可能会搞一点小摩擦 所以为了备战 你就不要继续摸鱼了 给你个建设科长当 你带人去修修机场吧 万一鬼子打过来 咱们也好跑路 有点懵的菲迪格赶紧回家 很快把家人送回了美国 然后拉起一票人 在吕颂岛上修机场 但遗憾的是 他们的准备已经太迟了 1941年12月8日 日军发动投袭 大举进攻菲律宾 在司令官麦卡斯的带领下 菲律宾的美军 不说是大获全胜吧 至少也可以是兵败山倒 吕颂岛上的美军迅速撤退 菲律宾的机场算是白休了 这期间他的工作 变成了销毁美军 来不及带走的物资 由于搞破坏搞得非常彻底 连一个罗斯丁农没剩下 菲律宾获得了上级赏识 于1942年4月升为中校 此时麦卡特已经跑入澳大利亚了 吕颂美军的指挥官温莱特将军 看这里的形势不太好 就命令菲律宾去南边的棉兰劳道 去帮助威廉夏普将军 去那里帮忙销毁一些物资啥的 带着上级的命令 菲律宾带着两个助手出发了 三个人跋山涉水 翻山越岭 九死一生的终于爬到棉兰劳道的 夏普将军的驻地 然后他们得到了一个 情甜霹地的消息 由于战况不利 夏普将军投降了 此时正在被日本人 押往中国沈阳的大牢 距离通辽5到300公里 然后他又知道了一个 更震撼的消息 原来在自己出发之后 北边的温莱特也已经投降了 你看这现在哪有兵啊 我这都是投降的兵 菲律格在震撼中 搞清了自己的处境 自己出发后 老长官投降 自己到达前 新长官投降 在确认自己参加的 不是法军后 一个重大问题摆在他面前 我们三个怎么办 两个助手的意思是 既然大部队都已经投了 咱们也跟风投了吧 我们实在是撑不住了 这倒不是助手的忍耐力差 棉兰老老当时的环境 确实是不太宜居 对此 通了韩国日报社描述到 露天住宅 所以这种环境下 投降不丢人 两个助手都劝菲律格 大哥咱们一起投了吧 菲律格的答案是 不行 后世的很多传记里 都说这是因为 菲律格的英雄主义 和对祖国的忠诚 让他做出了这个决定 但当事人表示 这纯属扯蛋 事实上 不投降日本 完全是理性的选择 菲律格的理由是 菲律宾雨林的环境 确实非常恶劣 但咱们要面对的 也不过是飞禽走兽 而日本人 可是连禽兽都不如的 咱们宁可去林子里 跟畜生掉运 也不能落到 畜生不如的日军手里 所以绝对不能投降 后来的情况证明 这是菲律格一辈子 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菲律宾投降的那批 美菲联军 是二战中 最悲惨的战俘之一 在投降日军后 近8万美菲联军 在极度饥饿缺水的情况下 被日军命令 在雨林中强行军120公里 大量战俘倒闭路旁 日军对这些战俘 以斩首 抛斧 活埋 枪决等形式随意虐杀 15000多人死在路上 这就是著名的 巴丹死亡兴军 到达集中营后 战俘又在四个月内 死掉2万多 到美军反攻时 集中营里的战俘 已经跟纳粹手差的 犹太人差不多了 当然 还是有极少数幸运儿 能从这批战俘中 脱身出来的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 菲律南德 马克思 菲律德不是马克思 但他也知道 投降日本 绝对是十死无生 此时他听说 在东南方向 还有美军在战斗 似乎可以去碰碰运气 这批美军的位置 这是达沃氏 就是那个杜特尔特的老家 所以 三个人再次翻山越岭 往东南方向拔 一路上又是七风苦雨 九死一生 然后还没等到地方 菲律德就得到消息 达沃那边的美军也投了 此时的老哥撒 已经在林子里 端了好几个月 奏行已经基本 跟人类文明绝缘了 正当走投无路的菲律德 认真考虑 要不要投降的时候 命运再次证明了 伯拉图的那句话 上帝有好生之德 老天爷饿不死 下下窍 在菲律德几人 荒野秋生的时候 整个菲律宾已经乱套了 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 类似于戴英 基本属于机密政策 只在马尼拉等大城市高格建设 这个广大农村 基本没有统治 而是由当地地主门法说了算 日本人打进来后 这种脆弱的秩序 自然直接崩溃 由于日本人 也没精力和能力 重建秩序 菲律宾各地地主 纷纷组织自己的武装 同时 由于鬼子的倒行逆施 很快为抗日武装的发展赵纳 做出了卓越攻险 菲律宾各地的游击队 很快就入雨后春损断涌现 光一个面积只有1.5T的棉兰老岛 就有好几万游击队 那真是四面狼人四面虎 南洋遍地是大哥 在一众大小汕头中 有个叫威廉摩根的人 在棉兰老岛上特别出点 出点的原因是他有人有枪 摩根原来在殖民地警察当小头目 鬼子打进来后 他奉命带着警局物资转移 可是由于美军败得太快 这批物资最终就成了他自己的 摩根就这样轻易地 融到了创业的监使轮 一路上收编了400多人后 到达了偏远城镇巴洛伊 到达巴洛伊后 由于山高鬼子远 摩根在此地七男八女 俨然成为了当地的土皇帝 可是有人有枪有地盘的他 虽然没什么人品 却有点格局 他野心勃勃地 想要统一整个棉兰老岛 做更高一级的土皇帝 他年若遂凌云至 敢笑女王没丈夫 想做到这一点 需要收编各地的诸侯 可是靠自己的背望 不说是四海归心吧 至少也可以说人眼够闲 所以他自己迫切地 需要一个背书 那么在菲律宾 谁适合给自己提供背书呢 很显然就是美国佬啊 可是此时的美国佬 死得死逃逃 根本没数找 正当摩根犯愁时 他听说有个美军中校 正在雨滴里 蹲着看大鲁鱼刺牙 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机会 马上做出两手安排 一方面他派人散播谣言 声称迈克阿瑟 已经派了一位将军 潜入棉林老岛 为的是统筹当地武装 另一方面 他派了一个喽啰去联络菲律格 表示 俺们愿意接您老到我这 并且听从您老的指挥 只要你宣称 自己是迈克阿瑟将军的特使 并且愿意登高一呼 领导棉林老岛的 所有游击队就行 对于摩根的目的 菲律格很清楚 想让我当傀儡给你站台吗 我懂了 可是你真能把我当傀儡吗 我可是这期的主角 对于菲律格三人来说 他们此时根本没得选 再待在林子里 没准哪天大鳄鱼 不刺牙改磨牙 自己就玩完了 所以他答应了摩根的要求 本来无一物 What are you want to do 菲律格于1942年9月 来到了巴洛伊 双方正式见面 初见面的两人 不说是一见如故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相看两眼 摩根对菲律格 能否给自己站台很怀疑 因为他觉得 菲律格那副英容笑貌 长得也比较儒雅随和 一点都没有将军的派头 事实上 长相在很多时候 能发挥超乎寻掌的作用 你比如奥托 奥托之所以能传承 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很大的原因就是他这副长相 就他这个刀疤脸 拂警看着的两眼目光 长得就够盼20年的了 而菲律格长得一副 老实人的憨厚相 加上本来还比较粘吧 像我一样人好坏又少 感觉很难震得住各路诸侯 摩根对菲律格的评价很低 比菲律格对摩根的评价更低 他觉得这老哥对抗日的作用 堪比诺加的保护壳 从人品到智商都一无是处 让我站台你也配 四肢都给你打脱位 自己必须得想办法摆脱他 不过 为了彼此的需要 两个人勉强维持了 面子上的融洽 摩根觉得 菲律格这个军下有点不够用 忠孝号召力不足 您起码得是个准将吧 对此 菲律格表示 这问题不辣 他充分发挥了 工程师的动手精神 找来了一枚中国大洋 加工了一枚将军银星 然后菲律格开始提要求 他希望摩根给自己点人手 我都是将军了 总得有几个马便吧 摩根表示 这事好办 把自己之前收编的一让乐队 交给了菲律格 留给他撑场面 兄弟们 美军首长要听你们演奏 然后菲律格说 自己和手下 现在都穷得荡气回场 我也知道 你那边费用也紧张 这样 军火黄金之类的贵重物品 咱一概不要 你手里有啥损坏的机器设备什么的 都给我 也许修修还能用 摩根立刻觉得 这哥们儿屎气啊 非但不掺和军事 还主动说个烂呢 太有眼了见了 反正太交易业的他 也搞不明白什么机器 他当时就同意了菲律格的要求 还表示 就算是完好的机器设备 也能商量 菲律格的第三个要求 是自己希望单独驻扎 这样方便管理 摩根求之不得 欣然同意了 所以 在一系列批外交易达成后 菲律格终于在1942年10月1日 发表了公告 公告里说 本人 温泽尔菲律格 作为美军准将 奉美国和菲律宾政府的命令 前来棉兰老岛 统一指挥武装 所有地方军事指挥官和地方官员 都必须听我号令 一句话总结就是 忽悠狂徒夜莫到棉兰岛上花旗高 发出公告后 菲律格带着他的一辆队 打着美国国旗 就开始巡游吹牛 我军80万散兵 不日就会反攻菲律宾 一举全监日军 等等等等 把那些当地游击队 听得一愣一愣的 很快 棉兰老岛的菲律宾游击队 纷纷来头 阿米利卡招完我 拖家带口来入伙 摩根足不出户的 就成为了当地的盟主 十分满意 在摩根看来 虽然菲律格跟各路诸侯之间 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可根本不值得警惕 几个败兵一个乐队 能折得出啥来 而且 菲律格也的确没有招兵买马 而是一直划了一些 在摩根看来 毫无用处的贤达人的 比如菲律宾高中生 阿尔门德斯 又或者 流落菲律宾的德国工程师 维尔多尼韦林等等 从1942年年末开始 菲律格就不断招募 各地懂技术的技工或者工程师 不久以后 他就凑起了一支 小型的技术团队 然后 让摩根傻眼的操作开始了 菲律格搞到了一本 国际寒受学校的 无线电教材 和音箱中拆出真空管等器件 很快传出了一个简易收音机 过了不久 他们连发曝装置都有了 有了简易发曝气后 菲律格立刻用他来 对美国海军的无线电站 发起呼叫 遗憾的是 他自己也不知道 是否呼叫真空 只能每天定时发信号 当然 菲律格也没把希望 全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电台上 对于他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应付眼下的处境 由于摩根的监视 菲律格没法拉起自己的军队 自己手下虽然纠集了一群技术人才 但你指望菲律宾游击队 对他们高看一眼 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这是个完全靠暴力说话的社会 跟这群菲律宾大佬粗书相比 马西埃都算是尊师重道的 自己这个准将的幌子 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自己必须在谎言被戳穿之前 征服这群游击队 那么 他要如何做到这点呢 对于这个问题 菲律格早就有了解决方案 他一路观察这些游击武装 发现他们都有一个最迫切的需求 物资 所有能用得上的物资 由于日军封锁 美军破坏和战斗的大量消耗 游击队的物资储备 早就是不可持续的节奏而鱼了 而自己和手下这帮人 似乎是岛上唯一可以解决他们问题的人 在菲律格的带领下 他们这群工程师开始手挫 对能搞到的一切资源开始深加工 比如极难补充的汽车燃料 他们就给出了解决方案 菲律格等人用椰子树枝酿造棕绿酒 然后再剔纯出酒精代替 再比如说电池的充电问题 他们把电池浸泡在棕绿酒中 同样解决了 靠着大量收货烈 菲律格等人搞到了一大批零件 他们用汽车瓶子加炸弹线 做成了天线 将窗粮杆切碎 用来制造步枪子弹 把汽车弹簧切割卷区后 改造成了步枪弹簧 用铁片和竹片做成了简易装甲 以上还只是常规操作 菲律格团队从原材料做起 他们用椰子油和木灰做出了肥皂 再用肥皂跟当地土著换来糖 然后再把糖花式加工成燃料 他们还雇佣当地渔民 去海里捞鬼子扔的水雷 捞回来后就把里门的炸药拆出来 转做其他用途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群手缩万物的工程师们的发明 愈发丧险病狂 他们先是搞出了两辆推土机 然后居然捣鼓出了简易的机械车间 那个德国工程师尼维尔 在里面拼装出了一条足足15米的帆船 还装上了发动机和一门20毫米的小炮 连海军都给弄出来了 更牛的是 这个海军还有防空能力 尼维尔靠着这门小炮 成功敲下了一架日本人的补给飞机 照这个发展速度 再给他们20年 我怀疑他们能搓出原案来 靠着这些物资 菲律格在梅兰老岗上的地位立刻不同了 大家本来只是敬他是美国特使 在搓出这么多物资后 很多聪明人也意识到 这个美国特使的身份可能有水分了 你老一个特使 咱们还精神带人搓东西 可是 即使心里有疑惑 却没有任何人敢揭穿菲律格 原因很简单 美国大兵能能来 大家不知道 但菲律格手里的这些东西 大家是真需要啊 虽然棉兰老岗上的老炮不太重视知识 但有一个道理大家是懂的 七步以外 枪快 七步一弄 枪他们又准又快 因为菲律格所生产的物资 完全是卖方市场 所以他毫无游击队的羊毛 买家还得说上谢谢 孩子很喜欢 窥月机也能用 很快 菲律格就在门连老岗的游击队里 积攒了充分的威望 在商业的世界里 我们知道 必需品的供给会带来利润 而垄断权会带来暴力 那么必需品和垄断权 一旦结合会带来什么呢 会带来发币权 在交易了一段时间后 菲律格自己创造了一套货币体系 他在幕块上印刷英文和当地语言 充当流通票据 又宣布 所有邮局队可以凭这些玩意儿 在自己手里换物资 至于这种木片怎么获得 自然是向我出售物资了 当然 如果你没有物资出售也行 每带来一对日门鬼子的耳朵 可以换20个木片和一枚子弹 靠着在岛上搞费联储 菲律格逐渐开始掌控 山头林林的邮局队 没有哪个邮局队领导人 愿意得罪他 因为那意味着 自己将会失去持续生存的能力 而就在菲律格等人 在岛上贸易搞得不一乐乎时 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美军回应了 在坚持不懈地给美军发报后 1943年1月31日 菲律格他们终于收到了美军的回应 实际上 菲律格的呼叫 美国海军第一天就收到了 但他们压根就没打他回应 因为在太平洋上 每天爱他美军的人喊着去了 谁知道哪个真哪个假 哪能回得过来 同时 根据美军自己的结论 美军大部队已经投降 美国在菲律宾的抵抗力量 早就已经不存在的 这个人自称是棉兰老岛上的美军 听起来就不靠谱 万一是不是日本人的圈套呢 好在1943年 鬼子给了菲律格一次神助攻 他们在菲律宾当地报纸上 看到了一则新闻 美军在棉兰老岛的总指挥 温德尔菲律格少将 毕名于黄军轰炸 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美军注意 因为 手下军官商报纸 对于麦克阿瑟来说 就像是在军州面前夸美国一样 属于让人一秒破防的行为 这则新闻登出后 立刻引起了在澳大利亚的 麦克阿瑟的重视 作为美国政界的初代网红 麦克阿瑟是一个镜头感 非常强的人 他本人不怎么抽烟 却给自己设计了 每次出镜必带的玉米烟头 作为美军军官 每天顶着菲律宾的元帅帽 在很多场合的出镜 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一次不行还要NG重拍 在他的信函和演讲中 他很少自称为我 而是总自称为麦克阿瑟将军 甚至伟大的麦克阿瑟 所以 虽然军事水平相当堪堪 但麦克阿瑟成功让自己 名列二战中最有名的将领之一 而麦克阿瑟最忌讳的 就是手下将领 比自己出风头 一位在麦克阿瑟手下 工作过的军官说 我宁愿让毒蛇 跑到我的口袋里 也不愿意被报纸表扬一下 因为麦克阿瑟最恨手下人 被登报表扬 一旦哪个手下被报纸表扬 他轻则召过来臭骂一顿 重则直接让你卷破开走人 所以 日本人报纸的这篇报道 立刻引起了麦克阿瑟的高度重视 同时 美军也终于意识到 绵懒老老的消息居然是真的 开始跟菲蒂格接触 在双方建立联系后 麦克阿瑟对菲蒂格有了基本的了解 他迅速向深陷重围的菲蒂格 下达了两条命令 第一 你不是将军 立刻把你那个少将名头给老子改了 第二 听说你在岛上向一队发币 根据美国法律 军队没有发币权 你立刻把你那个木棍链给我停掉 菲蒂格在心里问候了麦克阿瑟的祖宗十八代 啊 有要求不早说 方案做完得不得 但是 此时的他并不敢跟麦克阿瑟顶嘴 由于实在有求于人 他只能在电台里反复解释 不是我想建阅 我那时候的假军弦是为了忽悠一句对 至于货币的问题完全是个误会 那只是个临时票据 不算印钞 之前的信息补偿 没法跟您老亲自请示 我补个报告成吗 所谓 明面是跟你思思文文 背地里绕好你家族坟 看到菲蒂格还算吃气 麦克阿瑟宽厚地表示 我也不再追究了 他大笔一回任命菲蒂格为地势战区总指挥 负责统筹整个棉兰老岛的武装力量 并表示 会尽快派出全艇送一批物资上岛 就这样 菲蒂格成功把贾大旗玩成了真虎皮 腰杆硬了的他 名正言顺地把营地搬连了摩根的地盘 独立拉起一支队伍 在名分和物资的双重保障下 大多数游击队都愿意服从他的命令 他真的开始成为棉林老岛游击队的总指挥了 1943年3月5日 麦克阿瑟给菲蒂格送来了第一批物资 一起送来的还有一个命令 总部可以给你提供物资和设备 但是 你要禁止游击队对日军发起攻击 对于这个命令 菲蒂格感觉完全不可理喻 菲蒂格感觉麦克阿瑟 你这是杜希尔放屁 你这么像的 实际上 从美国的角度讲 这个命令确实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从好意方面来说 游击队很难真正驱逐日军 而小鬼子的奏型大家都知道 一旦被攻击 他们很可能会报复到平民身上 容易造成惨剧 而如果从恶意方面揣测嘛 万一游击队真的兵枪马撞把鬼子打跑 那就成了菲律宾人自己收复了师弟 那将来麦大帅的美军回来还且放谁呢 但是 这个命令菲蒂格是无法执行的 棉林老岛上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游击队 就是因为日本人的倒行逆施 让百姓皆干而泣 难道麦克阿瑟认为 凭借一点物资就能让他们不抗日了吗 菲律格立刻给总部回电 他表示 自己真正的力量来源不是物资 而是那些被国仇家恨逼红眼的菲律宾人 一旦不让他们抗日 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这个说法 麦大帅表示不屑一顾 好呀 你不是说你的力量来源不是物资 而是菲律宾人吗 那就停掉你的物资 你自己去跟日本人打呗 被彻底断了外源的菲律格也被激起了火气 他不太像麦卡瑟可怜巴巴的身手要物资 既然你觉得我不行 那我就给你个跑路的货证明一下 什么叫战斗意志 菲律格发动了一场棉栏老岛的百层大战 只会手下游击队四处出击袭击日军 把缴获的物资加工后再分配 继续用来对付鬼子 刚开始的时候 鬼子确实有点被打懵了 他们在南洋找到了华北的感觉 而作为回应 他们的反应也是一如既往 1943年下出 鬼子调了大批部队 在棉栏老岛展开扫荡 然后他们发现 对面的应对居然也是老剧本 面对着日军扫荡 菲律格提出了一个枕头战术 他认为 当你用重拳砸在枕头上时 他确实会被打得凹陷下去 但你收回拳头后 枕头很快就会膨胀回原来的形状 简单的说 就是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 化长为零 用麻雀战投袭敌人 但是战术虽然正确 这场战斗却进行的极为艰苦 从美军来的普吉早就被断掉 菲律格的工程师团队 应付游具队的日常需求尚且勉强 更不用说大规模战斗 他的手下缺枪少弹 菲律格本人也一直处于生死边缘 日军飞机数次轰炸他的营地 在关键时刻 当年把他招来当傀儡的摩根 也找到了报复机会 干脆带着队伍跑路 差点把菲律格坑死 这场反围角战争 极大的改变菲律格的心理 他看到他的战友 被疟极折磨的不成人形 依然坚持战斗 看过信仰不同的摩洛人 为他隐害追兵 陷入重围而死 吃过村民们 顶着炮弹送来的 带着血的米饭 也看到拿着 捡漏武器的菲律宾游具队 为了掩护他 向日军发动自杀式进攻 在菲律格事业的开始 他只不过是一个 未求活命的美国日子人 他经历了这场战斗后 他成为了真正的战士 在绝境中 菲律格爆发出惊人的战术素养 他还开始指挥游具队 小范围集结 袭击分散的日军小队 数百色小规模交跑后 日军伤亡惨重 不得不重新集结 依托大一点的城镇 来集体行动 菲律格的目的达到了 而集结后的日军 给了游具队足够的缝隙 利用密林 游具队完成了集结和休整 不仅覆没危机解除 还可以随心所欲的 对集中起来的鬼子 进行定点突袭 攻守形势完全逆转 近两万日军 被拖在眠眠道道上 动弹不得 这场反围角 不仅震惊了日军 也震惊了 远到澳大利亚的麦卡瑟 虽然麦卡瑟 对于菲律格本人不以为然 但面对实实在在的战绩 也不能装装作哑 毕竟也是给自己长脸 所以 他下令恢复对游具队的补给 并且给菲律格本人 申请了一门 集出服务巡章 1943年8月 这被巡章随补给潜艇 被送到了菲律格手里 重新拿到补给的菲律格 如武天意 从1943年秋季 开始对鬼子展开疯狂报复 工程师团队 手缩出了好几艘小型炮艇 居然开始反向切断 岛上鬼子的补给 长期又频繁的物理交流后 到1943年中期 菲律格手下的游具队 居然占领了岛上95%的地盘 日军被押在沿海的 几座大城镇中不敢露头 为了生存 这些日军拿出了熟悉的办法 他们派出代表找到了游具队 表示 主席大哥 我们服了 但是我们应该复盘一下 眼下的局面 首先 我们反攻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你们那边的正规军 一时半会儿也过不来 把我们全奸了吧 其实你们也没啥好处 我们在这 名义上这破岛还属于日本 我们被灭了 大本营肯定还得配兵夺老 你把我灭了 难道换一个更能打的过来 所以不如这样 我们在城里蹲着 你们在乡间玩乐 大家和平共处吧 菲律格和大家研究了一下 觉得这样确实也不错 两边就这么迷之停战了 当然 相信鬼的还不如去相信一条狗 平静地过完1944年后 由于大量日军被困在菲律宾 无法回国 回光返照的日军 居然在1945年 重新积极拉大军围剿幼军队 为了保护被美军修建的机场 菲律格只能正面对抗 可是 幼军队怎么能正面打过正卫军 辛苦见起的机场尸首 搓出了小海军 两小时内全军覆没 菲律格手下的幼军队遭受重创 在无线电通信中 他天天痛骂麦卡瑟 是你告诉我反攻进阳到来 让我保住机场设施的 所以老子才去跟日军死磕 现在你的援军呢 你的登岛部队呢 不过说起来 这事不全怪麦卡瑟 由于对日军抵抗力预料不足 此时麦卡瑟正带领美军在马尼拉苦战 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巷战 最终导致美军伤亡6500余人 超过10万马尼拉市民 被日军屠杀 而这艰难的一个月 也就是菲律格打的最惨的一个月 麦大塞在抢下马尼拉后 几乎立刻就发起了棉兰老岛战役 美军于3月10日登陆 总算解救了濒临崩溃的菲律格 劫后预生的菲律格 带着伤客累累累的游击队员们 迎来了拯救者美军 根据总部的命令 他们可以继续参与清剿 趁着自己还有点剩余价值 菲律格向麦卡瑟提出了最后的请求 打完这仗后 把这些菲律宾游击队收编为正规军吧 这是他们应得的 全部就地解散 面对这一切 菲律格已经无力抗争 他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 我不知道是否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存 现在我该回家了 让菲律宾的归菲律宾 美国的归美国吧 从1942年到1945年 菲律格在棉兰老岛上 指挥了数万名犹豫队员 兼备了7000多敌人 并且最终俘虏了超过4万人 以这个战绩 当个将军肯定是绰绰有余的 然而回国后 他什么都没有得到 他唯一的奖励 就是来自麦克阿瑟的一枚勋章 以及战争中提拔的上校军衔 虽然麦克阿瑟手下的一些 没参加过战斗的人 都被提拔为了准将 但菲律格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提拔 这种以预备役上校的身份 被分配回了母校科罗拉多矿业学院 从事大学后卫军官教育工作 对于他在菲律宾做了什么 美国国内很少有人知道 更无人关心 直到今天 他连个传记电影都没有 直到朝鲜战争开打后 时期濒临崩溃的美军 终于开始重视起了军队的心理战素养 五角大楼的珍珠一拳后 发现孤群海外 则能应兴三年的菲律格是个人才 于是把他招过去 担任了心理战部门的副处长 任职期间 菲律格领导建立了美国陆军心理战中心 把自己的经验总结出了不少理论 成为绿色被脸帽的创始人之一 1956年10月 菲律格退役 回到科罗拉多州 专心经营自己的矿业公司 他不再关注任何军事相关的话题 却时常怀念起 在菲律宾的老朋友们 1975年3月24日 温德尔菲律格在家乡病逝 享年74岁 现在提起二代的菲律宾战役 人们总会对麦克阿瑟 进行各种各样的评价 却极少有人谈论 甚至知道菲律格 但是在梅兰老岛上 菲律格却是一个人尽皆知的英雄 在1958年的那次回归时 梅兰老岛万人空向 面对着当年的老部下 和当地百姓菲律格情难自已 他惊动的声音颤抖 因为在人群的呼喊中 他看到了港口上的巨大横幅 欢迎在梅兰老岛上 为减轻人民苦难 而不需不劳奋斗的勇者 温德尔 威尔比 菲律格